这个16PM到手之后应该怎么验尽才能安全下车 今天小杨就花一分钟的时间来告诉你 首先就以小杨手上这台16PM为例 我们首先拿到机器先别着急激活 检查一下外包状是否有磕碰 变形封条是否完整 然后再看到这个类似的字样 这个就代表了你的手机的序列号 紧接着点开苹果官网搜索一下查找序列号 点击第一个链接 把刚刚的序列号输入 来检查一下你的手机是否是未激活状态 那么接下来的步驻一定要记好笔记 因为将适用于所有的全新或者是二手手机 第一步先检查外观成色是否有与商家描述的一致 第二检测面容是否能正常录入 第三摆开相机 看相机是否有镜灰的情况 接着查看对焦是否正常 第四步检查屏幕是否有坏点 拖动一个图标 在桌面快速滑动 检查有无断触的情况 最后一步的话 测击下指南针 如果以上的检验你都通过了 恭喜你成为尊贵的iPhone16PM机主 当然如果说你预算不多 想要入手一个性价比不错的二手机 这里有38张的14Pro 有43张的15Pro 以及仅次于16PM的15PM 也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就看你怎么选呢